新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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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 有2万多张违规 第一名是宜兰市中山路一段的测速杆 共开出了6000多张的罚单 拿下全线测速网 去年取得冠军的南澳湘平交道前测速杆 因为曾经故障送修 今年调到了第6名 乔同队指出排名前5名的测速杆 多半都是因或是执行道路过长所导致 提醒驾驶人在路口前减速 避免发生车祸 国民党亿兰县党团特别在昨天公布了相关统计 就是希望民众在春节返乡时留意撤速 以上新闻由林金化编辑播报